太荒唐,金马奖惨淡,台媒却称金马奖够强壮,金鸡奖才无片可审,今年金马奖毫无疑问是史诗级惨淡的一届金马奖,随着刘德华、古天乐、杜琪峰、巩俐、张艺谋、胡歌等众多优秀电影人的退出,金马奖早已经飞昔比,影响力和含金量大不足前,而从金马奖公布的名单来看,港片、新加坡电影和马来西亚电影各占两部, 其余的都是台湾电影,金马奖沦为台北电影奖,已是不争的事实,历年来,大陆片、台片和港片是金马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,近十年来,大陆片和港片累计占到金马奖入围影片的60%,两岸三地之外的华语电影在所有入围影片中的占比不到0.5%,新加坡电影和马来电影一直都处于华语影坛的边缘地带, 如今这些边缘地带电影人却成了金马奖的主力新军,金马奖的惨淡可想而知,2018金马奖,23个奖项,陆港电影人拿到16个奖项,此外,参赛的剧情长篇数量仅有91部,比去年少了137部, 创下历史新低,好作品更是寥寥无几,连一部入围欧洲三大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作品都没有,入围的演员也毫无名气,金马奖的韩晶亮已经大打折扣,彻底沦为区域性小奖,一个好的电影节, 无非就是靠好作品和大牌明星来吸引人气,才显得有尊严和分量,一个好的电影节,好作品是核心,大牌明星和主持是吸引人气的关键, 这三要素对任何一个电影节都至关重要,金马奖也不例外,如今没有大牌明星,好作品寥寥无几,就连主持人都空缺,金马奖真的是颜面扫地, 真的不敢想象一群毫无名气的演员走红毯时人气会有多惨淡了,更令金马奖尴尬的是,入围金马奖影帝的袁富华和朱伯康,邓丽星三位港星都对金马奖毫不在乎, 拒不出席金马奖,金马奖热脸贴冷屁股,实在很难堪,然而在金马奖如此尴尬和惨淡的情况下,台媒却还大言不惭,台媒称金马奖够强壮,金鸡奖财无片可审, 护板肖禅娟曹赞,台媒之所以称金鸡奖无片可审,一个重要依据是金鸡奖到现在都没有公布入围名单,这样的论断实在是太荒唐,可笑至极, 2018年,国产影片百花齐放,光彩夺目,我不是药神,红海行动,无双,影无名之辈,一出好戏等这些国产电影叫好又叫做, 按照金鸡奖的评选规则,这些口碑票房双丰收的国产电影都可以参加金鸡奖,不仅如此,今年的国产影片表现也十分出色, 不乏有第九天掌一秒钟蓝星大剧院南方车站的聚会纪元台七号,这五部在欧洲三大电影节大放异彩, 代表着华语影坛最高水准的电影佳作,还有开启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科幻片《流浪地球》以及动画片《哪吒》这两部口碑佳作, 其中第九天掌男女主角王景春和永梅双双融获柏林电影节影帝影后, 纪元台七号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剧本奖, 科幻片《流浪地球》是中国科幻电影的开山制作, 动画片《哪吒》代表着国产动画片的崛起, 两部电影口碑票房双丰收, 这几部国产佳作也都符合金鸡奖的参赛标准, 金鸡奖根本就不缺好作品, 而从最近网上曝光的金鸡奖出席嘉宾名单来看, 金鸡奖星光璀璨, 有成龙、刘德华、古天乐、梁朝伟、黄博、 巩俐、张艺谋、冯小刚、杜琪峰、胡歌、 彭于燕、张子怡、巩俐、邓超、吴京等上百位大牌明星, 任何一位明星的咖位都可以碾压金马奖的出席嘉宾, 金鸡奖好作品很多,星光玉玉, 而金马奖好作品寥寥无几,星光暗淡, 台媒如此大言不惭, 真的是井底之蛙,可笑至极。 这种称之蛙中的事情还能够理解释, 这种称之蛙来得及, 金鸡奖通常见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